各位,這個大家傳略跟他們有關係 我先交我的關係,我的觀察這樣 那個楊汝門是這樣子,楊汝門他其實不只是在談農業 他談的是一個就是整個國家所謂的國家政策 還有國家對比較底層的人是怎麼看待 所以他才後來是用農業做整個主體 因為農業包含了土地水、空氣、陽光還有怎麼販售還有不對等的事情 那江古在哪裡這一本其實也就是更鮮化的讓大家理解 從1950年代開始看到的國家政策 包括以稻穀來換這個肥料 以稻穀來作為整個包括繳水珠、繳水珠等等 反正很多的珠約的誕生都相應的一直是另外一種穗金 農民告訴我,聽到農民要六歲 其實他在那裡六歲就有了,要用稻穀去換 所以他裡面講了很多細節 一直到80年到90年代整個農業的風景 那背後牽扯很多的意涵 那這些意涵其實跟今天的演講就有關係 一個時代,到了我們這個時代他們是野草莓時代 那到了他們的年代他們很出了厚長的時代 所以希望不是在大家認識的那種草的時代 那最重要的是他們在台北有幾個基地 那現在就以這個沃隆好了 沃隆是在台北教育大學 台北教育大學的那個老師的宿舍 然後旁邊就一個沃隆街 那沃隆街 然後那個沃隆街上面 他們那些宿舍 他們就作為他們的 包括最近最夯的就是 畢業設計展為什麼一定要去新時代 新時代為什麼一定要去花很多的錢 那畢業紀念展就在這裡就可以了 那今天他報告的題目其實就是他的畢業展 然後他裡面有幾個類型 有人把那個空間拿來做市集 有人市集就跟楊乳男對話 有人拿來做小龍的一個聚集手 還是楊乳男跟江湖在哪裡 是一樣在談那種小龍的價值 透過都市的舊空間去呈現 另外當然也有人去把那個舊空間 成立了一個書店這樣 不知道書店是真書店還是假書店 等一想他就會談 為什麼用書店 那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個人當然還是跟這兩本書在對話 雖然在我開書店那一年 他們還沒有真正 楊乳男那一年還還沒 還剛好被抓 所以我剛好在搶救他這樣 楊乳男跟我講名字 那我們以前講話都很激進 那沒想到我沒有被抓 他竟然最先這樣 所以激進也是要看時候 不過他也因為他激進了 所以他現在都是換他捐錢給我這樣 所以他這個也不錯 就是說誰說激進不好 被關了之後就等於他的 他被關兩年多 然後出來之後啊 沒有選舉然後反而是募到更多錢這樣 走路後這樣 走路後這樣 走路後也跳關了 好 所以這個是不一樣的 不對 不一樣的時代 然後創造不一樣的影響 但是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是希望透過一個在都市裡 找到一個空間 這個叫智慧 我們如果去鑽山 跳起來 那你都市比較有消費的基地 然後就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就是希望 台德其實他一直在談什麼創意 我們 我不太 我很少在講紅牙創意書店 不會啦 一個書店 我不記得我們的是創意 但是我們也不覺得我們是所救 所救到都完全沒有想法這樣 所以這個是 是等一下還可以重新討論的這個事情 好 那就這樣 我就我的書店跟他的書店 等一下可以來對話一下這樣 好那我想接下來就不多講了 就由他來分享他們的這個想法 很希望各位可以有機會 來跟他們做一些對話 你跟空間在利用 絕對有關係 那空間在利用一定 那這等一下再繼續談 好 請 你才會派客人啦 不用不用 你寫什麼 我的end都要拖起來 我自己拖起來 就跟剛剛國姓講的一樣 就是我們 我是國北教大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到文創系的 然後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可是大家都說我們是草莓草莓草莓 可是我們就覺得說 好有點像 有點像草莓 但不是真的草莓 就其實 雖然我們不是像 住在部落裡面或是香水裡面 有很多機會 就是有很多 怎麼講 很容易就看到自己的個人 可是其實在城市裡面 我們也有辦法去做一些 我們覺得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覺得說 好我們是厚草莓 然後我們想要翻轉這些城市裡面的一些事情 然後 剛好我們 因為我們學校是這件事情 就是已經有跑出來的生效 然後 所以 有很多老樹社區 可是都沒有再利用 就是之後都廢棄 然後都蓋了一些新大樓 然後新的美術館這樣 然後反而是 這區廢棄的 就沒有人再使用 然後後來 在2011年的時候 我們老師就帶我們進去 因為老師是建築系的 然後老師就帶我們開始整修這個空間 然後之後就會 會帶大家看一些 我們在裡面發生的事情 然後這就是 今天大家要講三個 就是會介紹過 文創系在做什麼 然後跟我們的畢業子 然後我們一開始就在想說 好我們是教育大學 然後 教育大學就是 雖然我們說文創系 不是一個實質培育系 就不一定要修教程 可是我們總覺得說 如果我們這四年會遇到很多 未來即將要當老師的人的話 我們應該要開始在學校裡面做一些事情 讓他們知道說 這個世界不是這麼沒理所當然 對啊 然後文創系也不應該只是像 一開始我們進入這個系所說 老師說就是 你就學好設計 然後學好包裝 把一個東西弄得漂漂亮亮的 然後賺錢就好 就是他會覺得 文創就是一個很好的生意 可是我們覺得說 不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們就 在2011年的時候 就從臥龍 這是我們的基地圖 就是大概這個地方就是校舍 就是學校綜合大樓啊 然後美術館之類的地方 然後左邊就是廢棄的地方 然後我們是從臥龍29跟24開始 然後其實在我們要決定 畢業展覽的場地之前 很多人都叫我們說 應該要去中菸文創園區 或是華山文創園區 然後或是我們學校的校長 是直接跟我們講說 請你們去新的一代展 展完才算畢業 可是我們那時候會覺得說 為什麼 我們班上當然會有些同學 會覺得很願意啊 他覺得說沒關係 他就一個人花個幾萬 我們在那邊 我們會很多人看見 可是那時候我們就會 去跟他講說 可是為什麼你在這個學校生活了4年 然後你在這個地方活動了那麼久 可是你最後 你最重要的作品 你竟然是要在一個 大家會有很多掌聲的地方 可是你卻有去沒收的地方做 所以最後班上就是有討論 然後又有吵架啦 然後到最後還是決定就是在這裡做 就是我們稱臥龍創意基地 他總共分臥龍24然後臥龍29 然後在左邊那中是粉紅臥龍 然後再來最後一棟最新完成的是E34 然後我們把它當成Poworking Space 然後現在講 就是共同工作室 然後會有工作室進去這樣 然後就是 然後這第一個是臥龍29的外觀 還在這方面 還在這方面 對 掌聲了 還在這 紅磚 紅磚 然後黑磚的地方 然後臥龍從民國大概60年代的時候 然後是教職員宿舍 就住了很多教職員 然後之後開始 一直到近代的時候 有一些伯伯阿 或是奶奶 就開始 就是有過世的 然後也有搬離開的 所以這個地方原本是一個聚落 可是開始變有一些空缺 就有一些廢棄的房子 然後可是 像 我們這邊是沃龍二次 然後這邊是二重 然後這邊就是海文廚 就是一個爺爺 然後下一張 再就是一線比較接著 就是從那個外門進入庭院的地方 然後一開始覺得我們都是石子的地板 然後第一次 2011年夏天 我們就辦了一個建築 就是我們老師跟老師的助理 就帶我們稍微整修了這個地板的地方 可是這又是比較進行拍的 所以就是又有點壞掉 然後 像左邊那邊是進去的二重 二重就是主要是上課 然後放電影 然後就是一個客廳的感覺 然後右邊的話 我用二次就是伊拉 好 然後這是一些樣樣子 大家看看 大家看一下 然後二次的話 主要就是會做一些正常 因為我們學校有藝術設計型 所以他們通常都會來說 欸!可不可以見這個地方 然後或是像外面的 外面的研究生之類 也會找這個地方 當作他們第一個展覽場地 就是他們我們會覺得說 我有懂這個地方跟別的地方不一樣 就是它會允許讓人家在這邊實驗 實驗很多種可能 就是即使你是很新 即使你沒有那麼有力 但是你可以在這個地方發表一個想法 對!然後我們也在這邊辦過書展 就是做一些性別的議題 然後那時候有一些挑戰 就是有可能會就是裡面放很多 可能同志的書籍 對!然後他們就會走進來就說 為什麼要放這種書 然後就會走 然後就說我真的不敢相信 也成什麼之類 然後就走出去 可是我們那時候也會有 也會想要跟他解釋 可是他也是不停就走了 對!然後我們那時候會覺得說 沒關係還是 就是還是繼續做 然後之後也再辦過幾次類似 然後像這個地方就是 那時候 呃!行政院 323行政院那時候有打人嘛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覺得說不行 因為318開始我們就其實說 想說莫農二九應該要做一些事情 就身為在學校的一個基地 我們應該有一些 呃!資訊需要傳遞 然後有一些事情要告訴大家 然後一直到323就會覺得說 啊!這樣不行怎麼可以 開始打人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邀請一系列的老師 來幫我們演講 就是這個老師是社會學 他在講說 呃!他在講漢納二來 就在講說 青島東路上的那個暴力事件 其實背後已經講了很多事情 對!然後大概有辦了非常 國慶有一場 國慶第一場325的時候 對啊! 然後講一些社會學 然後講居住正義的事情 然後我們也有在學校裡面種的東西 像國慶剛剛說 然後這個是厚圖種子的法 就是有一組同學他們對 呃!如何在城市中 跟種自己的菜 有特別的興趣 所以然後就會有些老師 跟同學一起來參加 然後那時候 種這個事情的時候 也有去跟學校申請 就說 欸!跟總統申請說 這塊地可不可以給我們種東西 然後學校也說不行 然後說 不可以種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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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菜菜 然後 然後 可是後來 因為很多事情 像我們經營書店 或是種菜 學校都會說不行不行不行 沒有營利 然後因為有長出東西 就有可能 他們會覺得說 這是違法 可是我們還是會繼續 就是還是繼續做 好 然後 然後 我們就開始 因為我覺得說 學校應該要跟社區連結 就是不應該跟社區脫軌 所以我們就開始做了一系列的活動 第一個是從吃的東西開始 然後就有辦一個共食堂 對 共食堂 然後還有一個料理教室 就是邀請大家 每週三 然後每週幾 然後一起來吃飯 然後一起來吃飯 對 然後也有在後院的地方 就是要蓋成這樣菜 然後這是料理教室的地方 就是會邀請社區媽媽來 然後過年 因為臥龍在學校我剛剛說的 是住了很多爺爺跟奶奶 然後很多都是無居老人 所以我們在每年過年過節的時候 或是商戶馳 如果有做吃的東西的話 就會去送去給他們 然後去看看說他們身體還好不好啊 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會比較吸引學生的活動 因為還是希望臥龍這塊地方 不只是儒創性學生在用 而是說他可以透過一些活動 然後找到他等歸屬感 所以我們就辦一些 像放電影 就是叫文鄉系列 因為臥龍文字很多 就是叫文鄉系列 然後我們每兩個月 就會有一次的主題樂 然後第一個主題就是革命精神 就是我們那時候一直在定位說 那臥龍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場地 然後所以我們那時候革命精神 就有辦一個系列營戰 然後有找了 一些團體來演講 像是建築方面的革命 就是它不革命 它是不收錢來做建築 可是它有自己的營運的方式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那是怎樣的 然後又邀請 像同事的議題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議題 然後第二個主題 實在討論說 什麼是洗白紙 其實跟草莓 有點常常在討論說 我們一直會講說 我們這樣子是洗白的 我們這樣子是草莓 可是那些人就是已經上一站 或是超常敗的人 我們應該要重新 去定義自己 就是什麼是成功 然後什麼是成功 然後最近一個就是主題 就是我們邀請國姓 然後邀請東宋 中心來學校 因為我們覺得說 到後來 就是快畢業的時候 會真的發現到說 無論做什麼事情 還是要回歸到說 自己的個人 然後跟這塊土地 要對這塊土地有幫助的事情 才應該去做 然後這就是剛剛在講的 法科不法學的美容 就是有成為一個串聯的基地 然後最後這些東西 會就是由一組同學 然後把它編輯成看物 然後我們稱為鑽台 因為這區都是紅磚老建築 所以它是紀錄這區所發生的事情 學到一種看 然後 剛剛是 這邊是臥龍二九 然後從臥龍二九 這樣望出去的時候 就會有一條巷子 然後巷子走到旁邊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一三世紀 對 然後一三世紀 像剛剛的共同實驗室的話 是我們最新的一個基地 然後主要是作為我們 這一屆大師的 畢業宅宅的場地 然後我們全班 總共有十組 然後有不同主題 因為文創它其實沒有一個 特別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就老實 就讓我們自己有話來說 如果你覺得什麼事情是重要的 你就去做 所以像有些是做空間改造 然後有些是做旅遊 然後有些是做社群 然後我們這裏是做書店 然後就是 這個空間後面的樣子 就是它是沒有屋頂 屋頂被存在 它本來 然後那是改造 我就從上面看一下 它是 後面有一區是沒有屋頂的 然後後來空間改造的主題 就在上面架齊 空中走檔 對 然後這個是 改造 就是改造過一個階段的樣子 就是 有粉刷過 有清除過 然後後來現在是變點咖啡 咖啡的攤子 然後左邊也是 就是左邊下一邊座位去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算是 1、3是它的客廳 然後這個客廳主要就是希望說 讓大家可以停留到秀室 因為前兩支書店 所以中間變客廳這樣 然後這也是 改造過的樣子 然後 然後就換到書店 這是我們書店戶頭的樣子 然後我們都會 我們有個黑板的門 然後我們都會邀請詩人 自己來寫詩 或是我們看不錯的詩 我們會吵上去 然後我記得 記得有一次 有寫一首詩 然後它的標題是 他媽的換你又來了 然後那時候學校 就會發現突然 大家有沒有都沒有聲音 學校周圍沒有聲音 然後我們做這件事情 學生也還好 可是 只要髒話一出來 大家就會覺得說 教育大學學生 怎麼可以這樣 然後我們就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 有一個人 我們就說 那你覺得怎麼了嗎 那就說 怎麼可以講髒話 就是怎麼可以 你們不應該這樣子啊 示範體系的學生應該這樣 這樣 對啊 然後我們就說 可是很多為什麼 為什麼示範體系的學生 我們就不能說這個 可是他們也說不出來 他們就會說 他們就會說 沒有啊 就是要乖啊 要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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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 他說那 限你兩天把這個他媽的擦掉 他說把它擦掉 然後他說 不然我們就把它擦掉 然後我們就還是不擦 結果他就真的把它擦掉 而且是整首詩 然後只擦他媽的三個字 然後我們就再把它補回去 然後就是 我們一首詩就擺十五天 然後就擺滿十五天 然後我們就把它擦掉 然後就換過來說 然後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透過跟居民的對話 有些居民當然是很 就覺得很酷 然後有些居民也會覺得說 不妥 可是透過跟居民的對話 我們好像會發現說 我們開始去了解說 上一代人是怎麼想要做這代人 就不會只是九州的話 只是埋怨然後會怎樣 是開始不溝通的可能 對 然後這是書店大概 嗯...中期的樣子 就是我們有擺 已經有擺一些獨立堪物 比較學生的作品 然後一些書 可是這書比較少的時候 然後後來發現 會越來...就是書店會越來越豐富 因為譬如說我們擺了一個堪物 那可能後來他在反覆帽的時候 他就自己又做了一份 像這個 右邊這個就是作者 然後他就自己會連結說 欸...那我把這個東西寄送到你的書店 好不好 對...然後 這個東西寄到書店之後 就開始有均勻會進來說 欸...那你們...你們... 比較年輕人會覺得說 這次的事件怎麼樣 啊...是在煩什麼東西 所以有些人是真的覺得說 他不懂 所以他想要進來問說 欸...你們在想...在想什麼 然後我們覺得說 這樣其實是蠻好的 就不會覺得...一昧的覺得說 欸...你們好像就一直在亂啊 在怎樣在怎樣 而是世代跟世代之間有溝通的可能 對...然後左上角是 大齊的有盯將 因為他們要... 我們那時候去田野調查 然後就認識了他們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想要在村子裡面募款 然後整修一個讀書館 給小朋友讀書 然後我們以後可以在那邊 教小朋友寫助理 可是他們錢不夠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送了一些T恤 然後繪本跟柳丁來 然後我們就想說 可是賣柳丁 賣太貴的話 大家也會覺得說 欸...好像...好像很奇怪 可是後來就想到說 果醬其實大家好像比較會買 所以我們就把它加工 然後做了一點點包裝 然後就把它就是... 全部都賣出去 然後...也有跟媽媽監督 有電場聯盟合作 就是... 創一些反...反合的流血 欸...哇...講完了欸 蛤... 好壞喔 最後一張嗎 對阿...倒數 會不會講太誇張 還有... 那要唱歌跳舞 好... 那要唱歌跳舞 好...那要唱一張好了 好... 就大概是這樣 然後... 總合來說的話 我們覺得... 因為常有人問我們說 我們創新在做什麼啊 是不是都在策劃展啊 或是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覺得...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跟大家講說 與其... 要我跟你說明說 我在做什麼 不如於我們就自己來看看 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你們就知道說 我們在乎什麼 然後我覺得 這個四年 雖然說... 我們曾經覺得說 很混亂 我們進來一個新戲 大家都說這個戲非常好 以後非常的潛進 可是... 然後我們那時候又覺得很混亂 就覺得說 其實根本不是這樣啊 可是到後來才會覺得說 就是我們好像真的不要去害怕 那個混亂... 混亂的狀態 因為最終我們都會找... 找出一個新的秩序 對啊 然後... 找出一種抵抗現有主流體制的方式 然後可以... 欸!可以結尾了 對啊!然後我就要... 最後是要介紹 江熊在南的一個... 白胡在南可 然後他果實又介紹得非常好 所以我就... 然後再下一頁 就有一段話 對啊 大家就可以閱讀一下 我覺得我們... 無論做什麼事情 其實都是在尋找一個... 呃... 一種記憶 就像開書店一樣 就是如果我們都選擇去成品 或是選擇去讀客來買書 也許這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 可是當... 呃... 因為這麼做 然後我們街角的那些小書店啊 獨立書店都不見的時候 其實我們記憶慢慢的也各個被消失 就是當... 當那些實體的東西都消失的時候 我們再跟人... 再跟人家講說 這個東西有多美好 說別人都不會信 所以我們應該就是... 從自己開始 然後做出一些改變 好了 再再解釋 好了 再解釋 好了 再解釋 再解釋